歡迎加入1800新聞1點0的新聞直播 大家好 我是王欣怡 今天是週五了 先預祝大家週末快樂 也歡迎各位觀眾朋友 加入我們的直播留言區 在線上可以跟我們一起留言互動 一起聊天聊新聞 今天新聞首先先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新北市有民眾違規停車 結果剛好遇到脫掉業者 要來把他的車子給拖走 結果沒想到呢 民眾就指控這個業者 在脫掉的過程當中 用力的撞擊到他的車子 沒想到開口詢問反而被嗆 還被打到全身是傷 而離譜的是這個業者動手之後呢 還說自己黑白兩道都很熟 在新北市中和有民眾指控 他自己車輛違規停在店外 那當時呢其實有脫掉車 業者要來脫掉 但沒想到在街區的過程中 居然的爆發衝突 可以看到當時這輛脫掉車 是往後撞一下車子呢 也是有動到 所以呢那個車主以及他的家人 就馬上上前詢問 沒想到接著呢 對方居然就拿出了工具 來與他理論 我們來聽聽他的說法 我問他說 你為什麼把我的車子撞那麼大聲 他就說那是撞到那個像 什麼橡皮 因為我不清楚脫掉車 他是怎麼作業 然後他就開始 情緒就那個來了 他就開始拿板 他就拿起板手出來的 然後一直挑釁我們 然後就打我 就用那個拳頭的打我 影片上面都非常的清楚 他還有做哪些動作 讓你身體哪些部方 地方都有受傷 他就 他用胸部 他用那個肩膀 這裡 撞我的胸部 我就說 為什麼會有人這樣子呢 然後抓我的脖子 然後又給我推倒 那就案子呢卻發現在 在19號早上10點多當生 表示當時呢 弟弟開的車是要來找他 那也知道有違規的情況 只是問了一句 沒有想到會引起後面 這麼大的衝突 那目前呢 他也已經來向派出所 向對方來提告 不過對方距今 對於他動手的行為呢 都還沒有道歉 好 在台中的文新南路 在今天發生了一起公安意外 有一名29歲的劉姓工人 他跟同事呢 在捕外牆瓷磚的時候 結果不小心從30樓的女兒牆 往下翻墜落到3樓 眾戶聽到巨響 趕快出來看 聯盟打119 結果沒想到送1之後 還是傷重不治 發生工人墜落的身區大樓 露台外牆上 繩索還留在現場 29歲流星工人 施作磁磚補牆工程 從30樓掉到3樓 送1傷重不治 28號早上10點多 29歲流星工人 跟兩位同事一起到台中南屯區 文新南路某社區 30樓補外牆磁磚石 流星工人疑似要補料 結果從女兒牆摔下去 一路掉到3樓露台 3樓的住戶在家裡 聽到外面有巨響 出去查看 發現有人倒臥 趕緊報警 但流星工人送1搶救 還是宣告不治 如果天氣那麼熱 他們坐外面 應該會有時候會中暑 熱衰竭 最多應該是做好防護措施 如果說工人的話 他們感覺沒辦法 就只能直接複賽 高空作業有沒有安全措施 勞檢處人員也到場檢查 流星工人的同事 被警方帶回製作筆錄 公安意外釀成一死 如果違反治安法 將要求停工改善 並處3萬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還 TVG帶從羅昕台中報導 南投草屯有民眾 騎著電動機車 要載著他心愛的鸚鵡出門 結果沒想到 自己的愛鳥 卻被檳榔攤養的惡犬 給活活的咬死 南投草屯這名男子騎著電動車 載著他的鸚鵡 來到了虎山路 上一間檳榔攤買東西 原本店家養的這隻惡霸犬 叫做嘎逼 開心的跑出來 跟客人互動玩耍著 沒想到下一秒 他突然繞到後面 直接洞口咬了上去 鸚鵡的主人看到 連盲揮手制止一旁 店家的民眾也趕緊出來 拉住這隻惡霸犬 但是已經為時已晚 鸚鵡因為被重重的咬了一口 整個肚子被咬穿了一個洞 送一急救 還是回天乏術 那麼這個鸚鵡的主人 PO出監視器 標示 這個檳榔攤養了惡霸犬 又不把它練好 把他鸚鵡咬死了 又不肯賠錢 他相當的氣憤 43次到可以接受的價格 我就說 那好 那如果說 因為我們那個鳥 有那個客人在旁邊 那時候如果我們沒有辦法 就是找一隻鳥給你 然後他說 他就說OK也可以 對此檳榔攤業者 也出面澄清了 他們說 並沒有不賠償 當初咬死這一隻鸚鵡之後 就有跟狗主人協調了 沒想到他開口說要50萬元賠償 他們也有問過銀行要如何借錢 或是找一隻一樣的鸚鵡賠給他 不過他們也說 如果真的不願意負責 不可能把監視器 提供給這個鸚鵡的主人 認為他在網路上發文 說得他們好像不負責任一樣 也讓這個檳榔攤業者覺得很受傷 台北市發生了一起行車糾紛 疑似是有一名駕駛他在開車的過程當中 他不知道市民高架橋要下環河北路的渣道 在平日的下午是禁止右轉的 他當下就直接停在路中間 當然也造成了後方的車輛毀堵 不過就在他聽到後面的駕駛用喇叭扒他的時候 他竟然把手伸出車外 比出了不雅手勢 那林冠信這起行車糾紛 是發生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 以及環河北路這個招殺口 其實這個地方一般來說 到下午兩點到晚上八點 是沒有辦法右轉的 但是當時有一名男子 他就在這邊開車 而且他就開在第一台的車輛 他就在這裡想要右轉 後方的車輛按喇叭提醒他 他還是完全不顧 甚至就停擋在前方大約是30秒鐘 讓後方的駕駛是幾乎快要受不了了 沒想到後方駕駛好不容易 可以往前往左正上行駛 一回頭看到這個後照機 就看到這名擋路的駕駛 竟然是朝駕駛他來比中指 他是氣得事後是到派遇所來提告 不過根據瞭解 這個位置其實是倒在你上市民大道之前 就已經有掛上告示牌的提醒 而且整條路上提醒大家 不要右轉或禁止時間 右轉這個位置這個告示牌 也有高達13個 是一路都在提醒用路人 但是還是有人沒有注意 現在特別要提醒的就是 這個禁止右轉時間是有延長的 目前是下午兩點到晚上八點 但從7月1號之後呢 將會延長到晚上10點 所以用戶人如果經過這個路段 要特別小心 以免又發生危險 加伊布袋有一輛救護車 他要出勤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在路口 跟一輛轎車相撞 而救護車當場就直接被撞進了 旁邊的餘溫裡面 而且兩名救護人員也跟著落水了 還有他們趕快的跑到車頂等待救援 最後兩個人四肢擦措傷 而轎車上的乘客也受了傷 我要來了來了 救護車轎車在路口相撞 轎車轉了一圈半才停下來 救護車一路往前衝 掉進了餘溫裡 撞上了膠閥 當場溼起了一大片的水花 當時車內可是有兩名救護人員 還好他們緊急從乘客坐的窗戶 爬了出來 攀上了車頂等待救援 情況緊急 後方這一位還滑了一下 差點摔跤 車禍發生在29號上午9點多 準備出勤的嘉義部隊分隊救護車 在東石鄉台61縣 與橫向的轎車相撞 這一幕讓民眾傻眼 很陷害 我也有台語載車這樣 還真的一台一台 一台是後果車 兩台二十幾年的車 那裡面就是要命人 等在車頂上的兩名救護人員 最後有民眾架梯順利 將他們救上案 身上有查錯傷 還好不嚴重 交車撞得稀巴爛 車上44歲的女駕駛 與71歲的男乘客 也被送醫救治 四人接肢體擦傷意識清楚 救護車落水超危險 還好當時車內沒有傷患或病患 救護人員也在第一時間爬窗逃生 至於車禍的確實原因 是否駕駛沒理讓救護車引起 警方還在進一步釐清 TVBS新聞季健亨嘉義報導 好 我們來關心的是 總統府已經針對國會改革法案 正式提出了釋憲還有暫時處分 不過民眾黨總召黃國昌他就質疑說 總統當時在選舉的時候就有說了 有義務到立法院接受國會的質詢 對此民進黨就PO出當時的影片還原 強調那時候說的是諮詢不是質詢 還酸黃國昌聽話都只聽一半 繼立院民進黨團和政院提出釋憲之後 總統府也派律師地狀 申請釋憲及暫時處分 府方質疑總統到立院 急問急答國情報告違憲 但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 翻出總統大選辯論會上 賴總統這段話 這支影片上字幕直指總統 當初答應到立院接受質詢 但實際回顧完整前後文 總統都有義務 應立法院的要求到國會去進行 國情報告 接受立法委員的國情質詢 但是並不是規定一對一的質詢 總統說的其實是質詢 而攤開立院針對質詢 與質詢的解釋 狹義的質詢是有所質疑而質問 傾向責難性質 質詢則是因不了解提出問題 具有探明事實真相的意味 黃國昌就是黃一半 只把話聽一半 而且他還聽錯了 如果聽不清楚 也應當把下文賴清德 清楚說的不是一對一的質詢 這段文字 你為什麼刻意的去隱匿 事實查核中心的稿子 我們不是有貼圖給你們了嗎 翻出事實查核中心去年底的查核內容 仔細看這篇 雖然有黃國昌所說的質詢 但重點是立院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但總統並沒有義務接受國情報告 更強調立委依法不能提出一對一質詢 諮詢質詢 朝野為了這一個字再開戰場 TVB的新聞流利傳傳證太平常報導 好我們先謝謝觀眾朋友 這個該逼奈誰糖抖內給我們50元 他說最近天氣很熱搞的我好癢 大家會不會也覺得癢癢的呢 啾咪 好我們謝謝這個該逼的抖內 最近天氣真的非常熱 大家要記得補充水分 接下來我們來關心的是 由美方主導的2024環太軍演呢 已經在美國的夏威夷周邊的海運登場了 而其中參與的29國軍艦陸陸續續 他們也已經抵達了珍珠港 但是呢 原先一度傳出有可能會來參加演習的 日軍準航艦出雲號加賀號 但是這一次卻沒有出現在珍珠港 有軍事專家就分析 美方可能把日本軍隊的防衛重心 放在印太海域 美國政府其實在有可能會 避免對中國的反對方 所以在某些地方 我們看到美國的政策 發展了 這是一個的 這是一個高級的事件 我們會得到最益的注意力 所以美國選擇 不把中國的刀刺 在這個情況下 句話刺激中共實在無法說太多 但比起過去這回環太軍演之中 參與國更多來自歐洲 對台海情勢生奇 各國不想注意 都不行 像是義大利的加富爾 航空母艦打擊群 6月起至印太遠航 仍派出其中一艘巡洋艦到珍珠港 至於日本的參與情況 則跟預期不太一樣 有台灣媒體向日本 這部隊新聞官詢問 據悉出雲號和嘉賀號 直升機護衛艦 原定要現身Rimpact 得到的答案是 無法前來 因為有其他任務 細節不便說明 出雲號跟嘉賀號 他現在在哪裡 他現在在之前住到新加坡 在印太這一帶 我會覺得現在美國要去住的是一個跨池區的聯合作戰 因為你今天會變成太平洋 就是在大陸的大陸之間 可是對於水土中國來講的話 他同時會從南海這一邊 會有一次艦隊過來 畢竟都是要為印太和平做出貢獻 形勢不侷限 TV非常好報告 謝謝你 下個一報導 總統賴清德在今天呢 釋倒成功嶺 一年期異物異的新兵訓練 除了衛冕官兵之外呢 他也跟台下的新兵 回憶起當年自己在成功嶺受訓的過程 而這一次呢 成功嶺的官兵也送給賴清德的驚喜 也就是賴清德當年結訓的成績單 新兵們各個例證站好 口號一致 沒人放炮 總統賴成功嶺 釋倒新訓第七週的異物異 會選這裡或許也有這原因 其實我也沒有過這個 是 因為我們這個結訓 結訓就成功 原來總統也在成功嶺新訓過 官兵還送上賴清德當年結訓成績 本人首次看到又驚又喜 我記得因為你見中 然後是 經訓就是要測試 所以他每個都在那裡 大學長賴清德打把滿分 其他項目也很優異 結訓總成績89.63 差點就拿到90最高分 各式當兵青色照片也曝光 他曾透露過在成功嶺寫情書 給總統夫人 還向學弟系數在成功嶺的點點滴滴 我們以前是通過 然後大家住在一起 然後天氣熱的時候沒有冷氣 所以其實是 相對來講是比較辛苦 看了成功嶺官兵 生活空間有很大改進 但也要為一年的新兵 稱不稱得下去 操練的強度還好嗎 還OK嗎 可以 統帥前誰敢說不可以 而台灣少子化問題 有沒有可能釀成國軍危機 現在有外媒示警 應該要向外國來募兵 我們中華民國比較幸運 就是海島防衛 所以部隊規模大概 會在二十幾萬 就會滿足防衛的需求 恢復一年期的優衣之後 那每年大概會五萬多人 加入國軍的行列 這樣更好可以補上這個 就是兵力結果 就算外國建議可行 還有法規得處理 而且顧部長也曾表態 要向外國徵兵目前不考慮 TVB的新聞 劉宜俊華盾森 李總則台中台北採訪報導 好 這裡天天非常熱 而雙北市在今天下午 也下起了大暴雨 在新北市土城呢 有一些路段 甚至是排水不及 從高速往下看的時候 原本的柏油路通通都變成了 有點像是小河的狀況 積水相當的嚴重 而另外在三峽呢 也出現了土石流的情況 警銷也緊急疏散了9個人 氣象署也提醒 接下來幾天還是有 午後雷震雨的狀況 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 路面積水嚴重 其實根本無法騎車 只能下來前車 旁邊還有警車停在路邊 遠景拉著封鎖線封路 還冒著與指揮交通 馬路變成小河 有工人推著擋水板 水幾乎快淹到下半身 半自最後直接飄走 這裡是新北市土城 從高處往下看 柏油路瞬間變成土黃色 甚至還捲起一波波的水花 還可以看到塑膠液滋 飄在路上 同樣有災情的 就在三峽的山區 民眾家門口瞬間堆滿淤泥 發生了土石流 警銷也緊急疏散救命民眾 二十八號下午 雙北下起大雷雨 閃電打雷不斷 民眾聚集在捷運出口等雨 機車汽車紛紛放慢速度 而路上的騎士 儘管已經穿了雨衣雨鞋 還是相當狼狽 更有民眾站在比較高的地方 不斷清理水溝的樹枝落葉 希望能夠趕緊排水 氣象署針對台北市 新北市桃園市發布大雷雨即時訊息 而在衛星雲圖 還可以看到白色閃電的訊號 不斷閃爍 天氣風險公司本專貼出 有兩個雷雨包合併的關係 每分鐘閃電訊號 達到五百次以上 未來一週仍然都是屬於高溫炎熱的 尤其是在週日跟週一 受到新南風的影響 東南部可能會有一些本風發生 午後都會容易有大雨發生 尤其是在轉新南風的過程中 中南部整天都可能會有一些震雨或雷雨 日報員也說明 未來幾天都會高溫炎熱 中部伊北及華東地區 會有較大的午後雷震雨 而中南部則是整天都有可能下雨 這幾天有安排戶外活動的民眾 都要多加留意安全 日夜新聞綜合報導 好 我們先謝謝觀眾朋友 陳奕傑抖內給我們150元 祝大家六日假期愉快 他說看完1.0來去漂沛耶 那也祝大家週末愉快 也歡迎大家可以在留言區 跟我們一起留言互動一起聊天喔 接下來我們來關心的是 美國總統大學的首場辯論會 就在今天舉行 而現在也已經結束了 我們來看到的是拜登 他辯論結束之後呢 他就到亞特蘭大的一間早餐店 而對於這一次辯論的表現 大家覺得如何呢 拜登自己是說呢 要跟一個騙子辯論 本來就非常的難 不過可以想像這一次辯論 當然是引起了全美關注 就連在飛機上的觀眾 也緊盯電視螢幕 而根據最新的民調顯示 有67%的選民認為 川普會飲樂這一次辯論 只有33%的人認為拜登的表現比較好 他不飲樂 辯論後走進亞特蘭大的知名早餐店 填飽肚子 拜登與第一夫人集合 一派輕鬆 你有任何關心 你的表現嗎 沒有 沒有 很困難 很困難 《紐約時報》 《紐約時報》 拜登也立刻會見 當地支持者行程滿檔 《紐約時報》 Joe 你做了這麼好的工作 你做了什麼 接下來幾天的事情 他們會在這裡 確診所有事情 他所說的 川普則是在辯論後 PO出揮動高爾夫球桿 把拜登打趴在地的 KUSO影片自認表現比較好 這場辯論受到全美關注 正在搭機的乘客 也緊盯著電視轉播 體態率還有 川普支持者 用大螢幕轉播 就像看足球賽一樣 鼓掌喝彩 根據CNN的辯後民調 67%的人認為川普贏 是拜登33%的 兩倍之多 因為民調未達標 不能加入辯論的 小羅伯甘乃迪 索性舉辦自己的辯論 對著轉播螢幕辯論起來 在移民議題上 小羅伯甘乃迪 支持川普的做法 墮胎權方面 他的立場 則是和拜登比較像 TVN新聞綜合報導 好我們謝謝觀眾朋友 該V那些堂 抖內給我們50元 他說川普上台前都會先大喊 就拜登 所以看起來這一次 拜登是贏定了 這個笑話還蠻好笑的 但是我們來看到這一次這個 美國總統拜登 他在這一次的辯論會上面 表現看起來好像真的是不太好 因為除了講錯話之外 他的聲音還非常的沙啞 常常親喉嚨 這個很多美國人 其實對於拜登的高齡 是有非常大的疑慮 所以現在民主黨 也陷入了非常焦慮的狀況 甚至出現了要換敗的聲浪 而對手共和黨甚至說 在這一場辯論之後 拜登可能最後根本就不會出現在選票上 美國總統大選首場辯論 拜登不只語無倫次 還常常咳嗽 親喉嚨 不只說錯話還有氣無力 辯論開始不到十分鐘 拜登話卻越說越沙啞 這讓川普撿到槍 直攻對方弱點譏諷他 連話都講不清 拜登不滿當場瞪大眼睛 辯論到一半 拜登陣營透露 他已經感冒好幾天 另外千錢白宮醫師歐康納也曾說 拜登親喉嚨是為石頭逆流所引發 連副手賀錦麗也承認 拜登一開頭確實表現不佳 現在民主黨內陷入一片焦慮 先前就有傳聞 如果拜登在首場辯論表現不好 包括前總統科林頓歐巴馬 前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可能推動正前換將 改例其他候選人 曾經參加共和黨初選的海力直言 這項拜登恐怕選不下去 而美國媒體對於這次辯論 下了這樣一句註解 老態隆中的拜登和騙子川普的一場對決 TVB新聞報導 好我們來關心的是肯亞 因為他們的總統推行了增稅法案 引發大規模的抗爭 雖然現在他們的總統 已經把這個法案給撤銷 但是民眾還是持續的上街抗議 希望總統可以下台 同時也引發了街頭的暴動 警方發射催淚瓦斯 甚至連來採訪的外國媒體 都被嗆到說不出話來 CNN記者直擊肯亞暴動現場 試圖躲避警方發射的催淚瓦斯 英國Sky News記者在現場採訪 也被催淚瓦斯嗆到 科亞反徵稅法案雖然已經撤回 但抗議持續延燒 警方發射大量催淚瓦斯 驅趕抗議者 民眾憤怒地朝警察丟死石頭 抗議標語寫著拒絕財政法案 並高喊總統魯托必須下台 科亞總統雖然撤回增稅法案 說要多傾聽年輕人的看法 卻還是交不惜抗議者的怒火 誓言要把總統拉下台 年輕人對總統不滿 是因為他選前承諾 說會站在年輕人這邊 選後卻推動增稅法 讓他們生活更加困難 專家也認為 光是撤回法案 不是真正的解法 另外還有抗議者 不滿大陸的一帶一路 借機搶劫當地華人超市 擔心新一輪示威升溫 肯養首都奈洛比軍方 加強維安 政府與抗議民眾僵持不下 這場混亂要平息 恐怕還要一陣子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中國大陸的蘇州 日前發生了一名無業男子 砍傷了日喬母子的事件 而其中一名日喬學校的 校車隨車老師 因為他在當時的時候 要阻止嫌犯繼續行凶 結果被刺成重傷 宣告傷重不治 中國大陸江蘇蘇州 24號發生一起男子持刀 砍傷日本籍母子的事件 還有一位日本國際學校的 中國籍隨車老師 因為阻擋男子上校車 被砍成重傷 送醫搶救宣告不治 江蘇蘇州624持刀傷人事件中 挺身而出 阻止犯罪嫌疑人 襲擊婦女兒童的傷者 胡有平 於26日應傷重 經搶救無效 不幸離世 蘇州市已認定其 建議永為行為 政案程序 追授其蘇州市建議 永為模範稱號 大陸媒體報導 52歲周姓嫌犯行凶時 隨車老師胡有平 試圖拉住他 還從身後環抱歹徒 讓日本籍的小男孩趁機躲開 但胡有平被周姓男子反手刺傷 甚至倒地時 男子仍繼續追砍 感念胡有平的英勇行為 日本駐華使館將半旗致敬 大陸外交部也表示哀悼 大陸近一個多月來 持刀商人事件頻傳 5月7號一名40歲男子 在雲南某家醫院無差別攻擊 釀成二死21傷 5月20號一名45歲女子 在江西一所小學持刀行凶 造成二死死傷 6月19號一名54歲男子 在上海地鐵站行凶 刺傷三人 6月初吉林北山公園 四名美國籍教師和這次蘇州的殺人事件 行凶者都是50多歲的無業民眾 新加坡聯合早報分析 預謀行凶可能性極高 不排除是因為大陸經濟放緩 因此採取激烈行動報復社會 值得注意的是 大陸近年有許多直播主 會利用民族主義賺流量 就怕助長仇外風氣 加速外資撤離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進到轉為台灣 先前在台北北投的知名溫泉會館 黃池傳出有偷拍事件 目前知道至少有10個人受害 而檢警在調查之後呢 也拘提了一名零姓男子 發現他會喬裝成用餐的顧客 結果趁機跑到泡湯區 跑到泡湯區外面拿手機偷拍 查到了10多段的影像 但是他毫無悔意 所以目前已經先遭到手牙 今年3月台北北投黃池溫泉會館 爆出偷拍案 有四男六女受害 檢警重回現場勘驗 仇私撥檢意義比對 在6月中抓到幕後主線 林姓男子 檢警查出這名偷拍的嫌犯 曾經喬裝成用餐的客人 卻跑到泡湯區 拿著手機貼近窗戶來偷拍 不過警方呢 舉提他到案之後呢 他不承認自己有偷拍 警方抓到這名偷拍的嫌犯 發現他是偷拍的慣犯 多年前曾經出現在 信義區的百貨公司內 拿雨傘偷拍 針孔攝影機呢 就裝在雨傘的正下方 偷拍曾被抓 卻又再度犯案 這次被查出鎖定知名的泡湯區 疑似早就有勘查過地心 被偷拍的湯屋房間設計 沒有想到成為嫌犯下手的地方 更害得業者 取消24小時營業 加強防偷拍的鐵網 我們已經加強的防備了 包括把門另外第一個門 加鎖 還有鎮濕網 沒辦法越過監視器 多了很多台 簡經比對外流的影像 和靈性犯行的手機 進行初步見識 確認就是他犯案 他曾喬裝成用餐的顧客 再闖到泡湯區外頭 拿手機拍攝影片 還是同一間湯屋 目前查扣十多段影像 受害的人恐怕不止十位 還要數位見識手機 但嫌犯被逮之後 毫無悔意 承辦的女檢察官怒聲鴨 他應該有觀察我整個環境 但是他倒是也不一定要到餐廳 才能夠混到湯屋 靈性男子遭羈押禁見 但他早在108年 就曾把針孔攝影裝在雨傘 鎖定台北市的大賣場 百貨公司犯案 當時一對夫妻發現異狀 當場抓到 沒有想到被判拘役之後 惡心不改 甚至把影像上架到 頭牌論壇模例 還有多少的範案影片 以及有沒有公犯 這些檢警都還會插下去 TVB新聞 炎日神葉鈞臺報導 花蓮的強震過了將近三個月 但現在花蓮其實很多的地方 都還在趕工重建 我們來看到其中 水蓮消防分隊 他們也被貼了黃單 加上建築物比較老舊 所以也需要重建翻修 目前紅十字會 還有民間團體來協助興建 因為這個經費高達了兩億元 而另外這一次地震 其實東華大學受損也非常嚴重 部分區域呢 可以預計在八月九月順利完工 牆上油漆斑駁脫落有許多明顯裂痕 走進室內 甚至還有一個大洞 經歷花蓮強震 許多建築被貼上紅黃單的圍樓警示 在受封箱的水蓮消防隊 也被列為黃單 會以我們消防局的需求 在旁邊的空地 折一個比較好的適合的空地 在之後進行一個重建的狀況 水蓮分隊原本兼 將華人國中水蓮分校的舊教室來使用 後續會在旁邊空地 重新建設新的分隊 另外和平社區的救災避難廳社 也需要興建 兩件契約合起來將近兩億 一億九千九百多萬 那我們未來還會提供其他的雲住嗎 只要我們做得到都沒問題 同時自會及許多民間團體 發揮力量協助整修興建 另外東華大學理工實驗室 因為地震發生大火 儀器和師生二十多年來 累積的研究成果全都複製一具 重建作業趕工中 宿舍部分也要等到八九月才能完工 不過災後相關單位 也規劃未來的防範 採購了一批輪駕式的滅火器 然後配發給轄區有實驗室的分隊 跟大隊來使用 進行複合式災害演練 做災情模擬緊急應變推估 消防單位也為了因應未來 若遇到化學相關的火災 加購各項器材 並採購化學消防車 也使用斥資4000萬 搭造的VR防災體驗車 另外運用科技 模擬真實地震狀況的防災教育館 也將在7月1號正式開幕 讓民眾有更多的防災知識 TVBS新聞高中 延伸凡蘭婷花蓮採訪報導 大陸網媒提報 有不肖業者呢 居然把福壽螺充當田螺來販賣了 不只混進加工的醬菜裡面 甚至連串燒店可能都遭殃 另外也有電商平台販售了半熟菜 零嘴還有螺絲粉 可能都暗藏風險 專家就提醒了福壽螺裡面呢 可能還有重金屬還有有機污染物 所以其實不建議大家使用 粉紅色的卵 吸附在農作物上 一看就知道這裡有福壽螺出沒 福壽螺被許多國家 視為入侵物種及農業害蟲 大陸有不肖商家 把福壽螺當田螺賣 造成新型態的食安風險 大陸記者前進湖南常德 直擊挑螺肉的工廠 現場蒼蠅亂飛 衛生條件不佳 其中就疑似有福壽螺 批發商表示 由於福壽螺價格低廉 加上野外隨處可撈 麻辣燙店裡 用的幾乎都是福壽螺 另外還會送到加工廠 做成半熟菜 一年賣出的福壽螺高達幾百噸 記者深入加工廠廚房 牆壁都是油污 環境髒亂 衛生勘率 這裡生產的螺肉罐裝醬菜 在不少電商平台 包括淘寶 抖音拼多多都有賣 這個叫福壽螺 大概這裡面 我應該是 他們挑選的時候 沒有通過出來 帶殼的福壽螺跟田螺 容易辨別 一旦去殼 又經過醬料加工 就很難分辨 簡單來說 田螺的外觀 只有一對觸角 沒有純虛 而記者從加工廠 拿出來的螺肉 都有純虛和觸角 再到串燒和麻辣燙店看看 發現不少店家 都把福壽螺當田螺賣 把市面上販售的田螺淋嘴 醬菜和螺絲粉 拆開來一一檢查 結果發現不少廠牌 都有福壽螺掺雜其中 除了存在這些 寄生蟲的問題外 也有重金刷有機污染 目前中國大陸 並未禁止販售或食用福壽螺 但專家不建議食用 呼籲政府加強監管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台南仁德有住戶就抱怨 他買了新的房子 當時建商的時候 有告訴他說 排岩管有可能會經過房間 但根本就沒有說明細節 結果沒想到進去之後 才發現這管子 繞來繞去 如果房間要把管子給包起來 得要包40公分 建商就說了這個設計 是為了要房間的採光比較好 而且當時其實都有告知住戶 他們都是同意才會開始改 有著鵝黃色陽台的建築 看來繽紛很顯眼 卻傳出有住戶不滿意 住戶不開心被分享到社群 抱怨買的時候 有說抽油煙管會經過房間 但細節沒說明 管子出去時 繞過主樑還轉彎 從廚房到房間 包管要包超級厚 起碼40公分 交屋前要求改善 就一句公法上沒辦法 他有提出說 那是否可以把那個排油煙管 就是再往牆壁推進 他會多轉兩個折 久了之後會有油垢 卡垢的狀況 當下客戶也接受 也沒有再表示 其他的一個意見 機商秀出了合約 表示當初會這麼設計 是為了房間的採光 整棟36戶 有4戶是這樣的情形 合約裡頭全都載明了 給的設計圖也都畫得一清二楚 這似乎也在3月順利交屋 沒有任何人向他們反映有問題 因此看到PO文 他們也十分不解 看在其他專業設計師的眼中 這樣的設計並不少見 夾在兩戶的建築物裡面 那所以說它的最短距離 排氣這間這個方向 它只能從房間這邊 直接貫穿出去 多戶別的建築物裡面 或多或少 可能會有一戶至兩戶 其實台南市仁德區 雖然位於蛋白區 但與東區相鄰 離城不離城 因此吸引不少市區的人口移入 房市表現相當熱絡 仁德區塊發展得還不錯 至少大概有二十幾間 都在那邊推案 業者說新建案一再出籠 消費者選擇變多 專家建議 遇到這類特殊的設計 消費者最好事先問清楚細節 雙方確實溝通 才能避免日後產生糾紛 去VBS新聞 顧守昌 吳宗勳南部報導 桃園有一名男子 他積欠了兩萬多元的罰單 都沒有繳 但是他因為沒有錢繳 他就買了兩張呱呱樂 想要來試手氣 結果沒想到兩張都貢估 一氣之下 就直接搶走了彩券單的 17張呱呱樂 回家之後發現 刮中了1800元 非常興奮的去對獎 所以行機就暴露了 男子來到彩券行 開心向櫃台兌換 中獎的呱呱樂 一共1800元 但這筆錢可不屬於他 大年初六桃園陽梅 一名35歲黃姓男子 到監禮站 查詢無罩駕駛 以及酒駕的罰單 一查之下發現 積欠了兩萬七千元的罰還 批包錢不夠 回家路上經過彩券行 想試試手氣 但又全部共沽 這下更缺錢了 一時衝動搶走彩券攤 17張呱呱樂 黃姓男子 做賊心虛 刻意躲進巷弄 還脫下紅色外套 製造斷點 再搭計程車回家 處心機率 要避免身份曝光 而他搶走的 17張呱呱樂 其中六張獎獎 滿心歡喜 前往彩券行 想兌換1800元的現金 殊不止整段過程 都被監視器拍下 警方鎖定計程車號 當天下午兩點就在陽梅區 將黃姓男子逮捕到案 一把搶走17張的 呱呱樂遭起訴 而桃園地院檢疫判決 將黃姓男子依搶奪罪 判處六個月有期徒刑 得義科罰金18萬元 原本只要繳 近3萬元的罰單 一想天開想發財 一夕之間又要多繳18萬 其歹念得付出代價 特別新聞林志偉 蔡信玉桃園採訪報導 好我們來關心的是 金曲35的歌后站 今年是由兩位大陸選秀出身的 唱將對上首度入圍的 Joanne巴巴 還有已經拿過一座歌後獎的 楊乃文 另外呢 孫勝希也以新專輯入圍 要第三度的真後果 在做這張專輯的時候 我有很多機會去反思人生的 心路歷程 以前我都覺得 每一字每一句都要唱到最好 當下就算是100分 回去聽的時候會覺得 我是不是太...太ㄍㄧㄥ了 對字的心態就是 就不會再那麼執著 在每一個細節上 三度問頂金曲更厚的孫勝希 透過創作來解釋內心 明明很會唱情歌 但新專輯 卻抽掉了書型歌曲 少了濃烈情緒 增加了更多親民 同樣嘗試新挑戰的 準歌後還有Joanne巴巴 這張專輯邀請了非常多的人 幫我一起寫歌 然後甚至他們幫我量身訂作歌曲 所以他們內心的Joanne巴巴 跟我自己本來習慣的樣子 可能不太一樣 那就有非常多不同風格 跟詮釋方式的挑戰 從台語放課到滑流行歌 90R&B等等 Joanne巴巴駕馭得了各種曲風 她那迷幻的爵士女生 讓人越聽越沉 擁有迷幻中 帶點性感慵懶的嗓音 楊奈文始終走在自己的路上 不柴媚流行 拿過一切金曲歌後 五度入圍的她 IFRO專輯獲得金曲八項提名 是本屆入圍最大贏家 選手出道二度獲得提名的大陸歌手 袁亞維 表示音樂從來不是她一個人的事 有歌迷支持 她才能創作出更好的音樂 同樣是選手成名的大陸唱將 曾拿過第二季 中國好歌曲亞軍的蘇淫寧 野心專輯員 再次問鼎歌後 音樂圈的年度盛世 五位傑出的女歌手各自展現絕佳唱功 投入情感詮釋 對於旋律歌詞生命 讓作品更豐富完整 好現在很多人喜歡聽韓團唱歌 不過如果想要追韓團的話 現在也不用一定要跑去韓國 像是在台灣就有非常多的演唱會 像是在高雄除了有啤酒音樂節 還有另外一場的拼盤音樂會 邀請到華沙 宣美還有韓國女團來表演 而另外一場呢則是在林口體育館的拼盤 則有少女時代的校園來駐診 跟這五位女孩一起掉進村上榮的彩色世界 化身我手上這一隻隻可愛的飛天小女警 New Jeans同步日本跟韓國 在台北開設快閃電佈置非常用心 像是我後面這邊 只要過個馬路 就可以跟New Jeans在街頭來一張大合照 來到這個夢幻空間 各種造景讓粉絲自由拍攝 門口還有彩色New Jeans氣球 正對著101怎麼拍都好看 買到娃娃後還要對著背景合照 看得出粉絲對偶像的熱愛 也紛紛敲碗他們來台開場 雖然不確定能不能看到New Jeans 但接下來暑假檔期有不少韓星就要來台 首先由高雄啤酒音樂節打頭陣 接著還有 折一周在高雄巨蛋登場的拼盤演唱會 演出陣容包含韓國女歌手華沙 宣美以及全恩菲 團體則有Yoonis以及人氣女團Red Velvet 才剛帶著新曲回歸 Red Velvet暑假就要和大家見面 那個拼盤One Tone Concert 則是在林口體育館舉辦 首播演出卡司 竟然有這位大咖女星 好 台灣這幾天真的非常的熱 另外在南韓他們也受到熱浪的侵襲 已經有90多個地區發布了酷暑警報 南韓的氣象廳就預測今年的夏天 可能會比以往更熱 但是下雨也會比以往更加的多 現在百貨公司很多的商家 也提早擺出了玩水的設施 想要搶這一波夏季商機 來到南韓首爾這間百貨公司 色彩鮮豔的泳裝和潛水衣 擺在最顯眼的位置 在暑假來臨前搶攻夏季商機 這些比特洋、攝影機等 還沒有本格的休暇철 還沒有出現 但在夏季準備 要開始的消費者 是相當的 為了迎合消費者 提前購買度假用品的需求 百貨公司也設置了 各種快閃花車 伴隨酷暑的雨季即將到來 百貨公司專櫃也推出各種語句 其中被定位為 時尚單品的雨鞋最受歡迎 都市民眾開心挑選 玩水和防禦用品 但在部分鄉鎮地區 卻因為酷暑造成不變 大秋外青上北道地區 連日來白天最高氣溫 超過攝氏35度 各地發布酷暑特報 全南韓的溫熱必換者也急速增加 陽明天大陸 都在零日期間 公佈房地區 公佈大陸 人們都被曬得了 過後兩七半現在 天氣溫度是32度 但雪空和露燻 大陸的地方 48度高興 大陸中 工人们暂时放下手边工作 来到有冷气的地方休息 工地也特别设置了制兵机 让大家消暑 天行预报指出 今年南韩夏天的降雨量 比往年多出40% 建设公司预先拓宽排水地下道 检查管线防止出电事故 以去年的统计来看 建设公地的死亡事故 约28%集中在6到8月的夏季 专家指出 这是因为没有适当对策 来保护孤露在夏季事故中的工人 同一时间南韩电信公司也在积极进行 应对今年夏天极端暴雨的事前训练 保护地下网路设施和备用设备 不备水淹 建筑物内部的网路通讯设备 安装塑料防止漏水 屋底上的设备也做好应对墙风设置 确保在暴雨墙风等气象恶劣情况下 持续提供全南韩民众通讯服务 TVBN新闻综合报道 好 要问问嘉义人 有听过这个都市传说吗 在嘉义的文化路上 有一家老牌的脆皮浓汤 口碑也不错 但是老板常常营业到凌晨两三点 所以整条路就变成只有他在营业 但是有趣的是这老板常常陷入沉睡 得要把他叫醒才能点餐 所以也被戏称为沉睡的酥皮浓汤 听到客人点餐 睡梦中的老板才突然惊醒 原来这是被称为沉睡的酥皮浓汤 不少人深夜前往购买 都会看到老板趴在滩前睡觉 而这个地点就是嘉义市文化路上 知名的脆皮浓汤 很可爱 我还有在网路上面看过他 因为在打瞌睡然后被拆下来 很可爱 怎么说 很自然 这到4点 主人龙是这位五六十岁的黄先生 明明下午4点多才出门摆摊 大约6点左右才开始营业 就算到了凌晨两点 也才摆摊八个小时 但会边睡边做生意 原来都是因为 原来黄先生是一名农夫 原本脆皮浓汤是太太在卖 但20年前由他接手 但人得白天务农 晚上摆摊 因此只能边做生意 边补充睡眠 黄先生卖的脆皮浓汤 表层酥皮 金黄饱满 浓汤 浓郁料多 但都已经到了快退休年纪 却因为另类特色 引发注意爆红 意外成为当地知名的都市传奇 TVBS新闻季节亨 嘉义报导 暑假出游忘记来了 现在观光署鼓励民众在平日出游 所以也跟60间饭店业者合作 他们也推出了不少的优惠 有业者说暑假的订房率 已经逼近了六成 随着哨声响起 铺床比赛正式开始 房屋员动作手链将整个床罩换新 为了赢假暑假忘记 房屋员特地学会可爱造型的摆设 住房率的话已经也近八成了 所以我们也趁势在即将到来的 夏季旅展推出更多的优惠 各个房型优惠价格将会在旅展上 公开而观光署 为了鼓励民众出游与地方政府 60家饭店业者合作 以大台北地区为例 福隆饭店旗下来旅林口店 指定日入住轻旅双人房 不含早餐一碗2399元起 解私旅三重分管 官网提前预定最低响85折 陈毅文绿淡水电两人房 早扭转1800四人房3000起跳 另外福华大饭店与魏武营 国家艺术中心合力推出 联名房款最低4000有兆 我们现在暑假的七八月 大概是在五六层左右 那因为有些人已经是计划了要出国 不过如果说在台湾的民众呢 我们也可以让鼓励大家 因为我们在官网上有特别 不同的一些快散专案 台湾机场还统计正式进入暑假 前一天28号出境人数高达 六万两千八百九十八人 入境有五万多人 预估七八月运输量加 会破八百万人次 与疫情前相当 最近进入酷暑阶段 很多人出门都会随身携带电风扇 结果要搭飞机前被揽下 除舱室内至少10桶 都是被没收的小型电风扇 原来是里面装了千酸电池 会影响到飞行 另外像是行动电源 笔电相机等3C产品 属于锂电池 有规定一律手提相机 建议大家检查号再登机 TWCN 杨青破灵 这位王思辰新北 采访报道 路友会把陆港澳旅游警示调成橘色 有业者就说不少民众询问要退团 陆委会2月7号宣布到陆港澳的旅游警戒 升级为橙色灯号 也就是避免非必要的旅行 那航空公司先前的香港买一送一机票 该怎么办 前阵子才因为看到国泰航空优惠机票 手刀快抢可以用到年底 但现在旅游警戒提高 票都买了行程也在进行规划 虽然没有立即危险 难免会影响去的意愿 安全要自杀 不管到哪个地方都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应该就不会下去 没有必要一定要去的话 应该可以退订吧 机票或行程退订费用 旅客得自行吸收 因为外交部观光署指出 这并非禁止出游 或是旅行团不能出团 如果已经参团 报名的旅客自行解约 就要按照契约做处理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 是都没有限制 但除非是假设真的 万一如果橙色灯号真的转为 红色灯号 那一定是不能承保的 亮橙灯只要出发前 按照规定投保旅评险 各项理赔就都还有 如果转为红灯了 联想投保都无法 旅客部分事前准备都OK 就能出发 但如果担心 接下来可能有破退订潮 毕竟七月之后 进到大陆手机可能会被查扣 询问旅行社 雄师指出 六月之后附路团都已经停止 目前只提供部分 带定服务影响不大 易游网有部分民众来询问 但警戒主要是团体参考 易飞网庚基地旅游表示 占无影响也是因为港澳大多自由行 业者担心的是后续的出团发展 目前听到要取消的并不多 只是说可能本来预计要出去的 或者是想要购买记要 是于自由行的 有稍微停滞考虑了一下 不管是旅客还是业者 多少都会担心 不过全世界有57个国家地区 旅游警示都亮成灯 这次两岸关系 多少餐点政治因素 民众出游前建议还是多少评估 自身风险 郭雪芙结束英国游学 还斜杠作家 现场的贵宾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雪芙 谢谢大家今天来到现场 穿着蓝色长裙 围围弯腰和大家打招呼 好久不见的郭雪芙 结束围棋三个月的英国游学 带着新作品和粉丝见面 其实一开始是经纪人给我的建议 她说你要不要出一份就是属于自己的 一开始说是自传 从歌手成为演员 现在又多了作家的新身份 郭雪芙28号宣传新书时 还收到妹妹信件当场落泪 我想说的是姐姐你很棒 我也很感谢妈妈还留了一根你陪我 这个很感动 太难了 为什么你们要有这一part 在书中郭雪芙会向读者分享私密话语 曝光最近的经历与心情 虽然现在是网络时代 但看书的人相较以前或许没那么多 但有艺人加持还是会引起读者兴趣 另外这类书籍更是掀起跨世代热潮 拍球少年电影版在台湾上映后 带动相关书籍销售 拍球少年设定集更一直成为 2024上半年新书畅销排行榜第一名 因为今年电影版的上映 然后就再度引起销售的热潮 两个月内就销售超过万本 而排行榜前十名除了拍球少年 还有另外两本改编成动画的漫画 包含葬送的福利莲 以及掀起全世界热潮的间谍加加酒 可见漫画作品影视化 对于书本的销售确实会有正向影响 也增加观众接触书籍的意愿 台湾超商的密度仅次于韩国 与麻辣锅 韩式炸鸡等知名餐饮品牌联名 超商即时冷冻商品 在去年创下20亿业绩 疫情过后更扩展生鲜商机 就很像一般的那种 加勒服那些 他们不是有那种贵一贵的 进到超商却有一种逛超市的错觉 超商在2023年投资1亿元 改建冷冻鲜石产现 看好消费者在家简单组的需求 因为现在都是小家庭 他可能是想要需求不会那么大 他可能直接来买 就便利买几样 超商二哥第一季主要受惠于 本业成长稳健 销售成长并持续拓点 今年第一季全台门市达到4240家 差异化的鲜石策略持续奏效 第一季的业绩年占15% 占总体营收超过35% 其中范鲜石自住 熟石区的成长力到最为常劲 业绩成长超过三成 三年前发动新形态熟石区策略以来 以中西炸烤物组合 创造商圈差异特色 怎么跟在地结合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台北的联手超商 跟在譬如台东的联手超商 它可能要有一些不同 超商2023年展店96家店 较前一年150家减少 今年将积极扩点 电数净增加 有望重返三位数 过去展店我们都希望在黄金街边店 甚至转角店这种 它的租金会比较高 比较醒目 但是现在我们发现 很多的超商或是门店 它都是往巷弄里面去开 它不会是在第一线的大马路上面的街边店 它可能没有那么醒目 但是租金成本可能每个月可以省下 大概十到二十万元 那它就可以把这些剩下的多出来的经费 那去做更扎根的行销 另一边超商龙头在台南的复合商场 结合集团品牌 推出限定服务 现煮牛肉面插烧饭 宠物专区 满足消费者需求 创立超过四十五年 二零二三年首度达成全年营收 突破三千亿大关 五月底店数来到六千九百八十五家 对内喊出二零三零年开出一万家的目标 在二零二三年 我们实现了全乡全店 全店服务全新的里程碑 零售业是非常地缘性的产业 我们会根据当地的消费习惯和社会发展 以模式因地制宇来做调整 台湾便利商店总数超过一万三千家 二零二三年在台湾 每一千七百零三人 就拥有一家便利商店 密度全世界第二 仅次于南韩的八百九十七人 各大超商品牌之间 他们要拓展市占率 所以他们要积极地去展店 那第二个不会有保回的问题 因为现在超商 它的功能区分已经越来越细微 但是呢 他可能卖咖啡 卖手摇饮 甚至他改成生鲜超市 那他可能可以用更功能取向的 这种超商店铺 来做出差异化 那他竞争的对手 是周边的这些街边店 或者是咖啡品牌 手摇饮品牌 甚至是生鲜超市等等 所以他已经不再只局限于 说是我们便利商店本身的竞争 展店采取占优策略 也就是抢占优势集中展店 解决消费者 懒得过马路的问题 就能瓜分对手业绩 超商现在已经都全方位 他希望变成你的一个 能够在那里满足 所有需要的地方 我们刚刚提到说是不是饱和 我觉得在未来恐怕在二十年内都还不会 所以这个也应该就是为什么 我们几大超商的业者 他们就看到这个市场 随着它的持续扩大 它的范畴经济越来越具有效益 所以就会持续的斩电 电海战术抢工民生消费大饼 各家超商业者无不出招 巩固市场地位 TVBS新闻 陈尤祥黄冠维 王浩宇台北采访报导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